我首先一起读出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3章 我会读7-19节 我邀请大家一起读4章1-11节 首先请听我读出7-19节第3章 圣经这样写的 所以正如圣灵所说 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将在背叛之时 就如在旷野受试探之日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说 他们的心常常迷糊 竟不知道我的道路 我在路中起誓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但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邪恶不信的心 离气了永生的神 总要趁着还有 今日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 心肠肝硬了 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常说 今日你们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将在背叛之时 听见他而有背叛他的事谁 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向谁法路四十年之久 岂不是那些犯罪 而沉思在抗野的人吗 他向谁起誓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 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即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我们一起读四章一至十一节 好 一 二 三 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亦求存在 我们就该存畏惧的心 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似乎没有得到安息 因为的确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指示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 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配合 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路中起誓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做物之工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 轮到第七日有一处说 到第七日 神就揭了他一起工作 又有一处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这安息保留着 让一些人进入 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人 因不顺从而不得进去 所以神多年后借着大位的书 又定了一天 今日 就如经所印的说 今日 你们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若书亚 已使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会再提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 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保留着 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 也是揭了自己的工作 正如神揭了他的工作一样 所以我们无必竭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了 不顺从而跌倒了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我们面对今天这段经文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 给我们疏离 求主你帮助我们 无论说的或听的 都能够恩着圣灵 而能够明白 你更加求上帝你自己借着你的灵 继续向我们心中说话 以致我们从你得着安慰和教导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 基督的名 对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失眠 有多少人试过失眠的 很多 和祖堂差不多 很少过祖堂的 可能祖堂年纪大一点 我都试过失眠 很长的时间 睡在床上 睡了一会儿 不久就醒了 醒了就睡不着了 睡不着就叫自己眉眼 闭上眼睛 脑依然在转 依然睡不着 甚至要用药物去帮助 第二天一早起床 想叫自己睡 也是睡不着 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时间 这段时间很辛苦 我觉得也很困难 我知道现在社会事件 很多人都不敢睡前摸手机 摸几摸就怎么样 又是睡不着 脑子不断出现很多的紧张 失眠的香港人越来越多 我回想大概十年前 我这个失眠的经历 我就认识到神 赐下睡觉 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睡觉是一个休息 让人可以放下一切的东西 好像进入一个 未知的时间和空间 一切忧虑 一切的忙碌都没有了 神又很特别 我想神是一个休息的神 他将每一日定下一个休息 我将投影片可以 可能投影片有点乱 可能很需要麻烦 Bennis帮我们去跟 每一日定下一个休息 甚至不单是每一日定下 我们能够有睡觉休息 如果我们就算没有了 每一日的休息的机会 我们都很苦老 甚至很多人要研制很多药物去医治 但是神又定下每个星期的休息 我记得小时候 在国内广州有段时期 为了要续生产 我想改十日休息一次 就是大家全部十日休息一次 搞了一个月就搞不好 要回头回头 没人能够办 神又好好让我们七日休息一次 不单是七日休息一次 以色列人一年三次 他们会有余节、收获节和住棚节 一年有二十一日的大假 即他们可以休息 我可能加上工价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二十一日 那又要休息 不单是每一年休息 每七年神又定立一个安息年 让人休息 让地休息 然后不单是每七年一次的安息年 五十年有一次的欺年 不是四十九 五十年一次的欺年 欺年的欺年 欠的债可以完全不还 汇丰、恒生、渣打等 全部都忘记他了 很好,对吧 就是让大家重新来过 我们一生人都很难会经历两次的欺念 但神定下了这五个的休息 让人邀请人进入休息 我们今天选读《嘻哈来书》 因为我们一直在接触社区 大家从我们选的讨告事项 都看到我们和社区有很多密切的关系 比如 今天我们有一个私有计划 就是我们和关内基金配对我们的基金 能够帮这里的孩子 他们存2,000 关内基金和其他一些机构 另外存4,000 过两年 他们一直累积这笔钱 帮他们圆一个心愿 我们希望藉着这个服事 接触这里的社区 接触这里的家长 我们很想接触很多人 所以我们之前选择了利希米基 利希米基就是帮我们看 在波斯一个完全不认识神的政权下 我们怎样做见证 我们今天去看希伯来书 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熟灵的社区 在众多的患难里面 在家业被夺去 甚至在希伯来书说的里面 我们怎样在患难里面依然刚强 在之前两次说到 首先说到耶稣基督 是一切启示的终结 就正如太阳终结了月亮和星星的照耀一样 上一次我们的实习神学生Terry先生说到 耶稣基督比天使比摩西都要大 今天这段圣经继续去延续这个概念 耶稣基督是一切启示的总结 也都胜过天使和摩西 在一章、二章 希伯来书十一次引用了旧约 去证明耶稣就是旧约的总归 去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 在诗篇九十五篇 他今天所引用的诗篇 应该是第十二次引用旧约 所以诗篇九十五篇 如果大家看回它 看回你的程序里面 它是这样写的 所以正如圣灵所说 今天你们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仗在背叛之时 就如在抗野试探之日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说 他们的心上上迷糊 竟不知道我的道路 我在路中起誓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这个是诗篇九十五篇 但是这篇的诗 在三至四章四次的引用里面 每一次都有一个不同的作者 或者来源 在第三章第七节 这篇诗的作者是圣灵 正如圣灵所说 去三章十五节的时候 再引用这篇诗的就是经上说 即是圣经就是圣灵的作品 去到第四章三节 同一篇诗 它是这样写的 正如神所说 圣灵和神同样是圣经的作者 然后去到第四章第七节 它再引用这篇诗篇的时候 所以神多年后 藉着大卫的书 所以大卫也是参与了这篇诗的创作 圣经、圣灵、神和大卫 都是诗篇九十五篇的来源 而耶稣是这四个来源的最后的归结 这个令我们想起一章一节说 就在这末世 神借着祂儿子向我们说话 神在古时借着多次多方 仲先知向我们说话 但今天在这个末世 神借着祂的儿子 向我们最后说你回来的说话 诗篇九十五篇说了什么呢 诗篇九十五篇继续说一番说话 就是耶稣大过摩西 为什么耶稣大过摩西呢 我们看这篇诗篇 其实是一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经历 若你回到诗篇九十五篇 就算你本圣经回到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 是有少少不同的 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是这样写的 它说 不可硬着心仗在米利巴 就是在抗野马萨的日子 原来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有两个地名 是米利巴和马萨 但是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 这两个地名不见了 就变了背叛之时试探之日 原来米利巴就是背叛的意思 马萨就是试探的意思 为什么会改变呢? 因为犹太人在主耶稣出生之前 大概三四百年 将希伯来文的圣经翻译了希腊文 希腊文翻译的时候 他们就不是翻译的地名 他们将地名的意思翻译了出来 我们很难不说 譬如我们所有地名都有意思 油麻地 它就直接有油麻子的地方 它就直接翻译了出来 所以在希伯来书 它是引用七十字译本的希腊文圣经 所以米利巴就翻为背叛 马萨就翻为试探 这篇诗讲到神容忍了以色列人四十年 这个四十年是跟米利巴很有关系的 因为在出埃及的路上 有两个的米利巴 一个在以色列人刚刚出埃及的时候 四十年之前 在靠近埃及的利菲定有一个米利巴 当时在出埃及的十七章第七节 这样写过 以色列人当时投诉没水喝 摩西就击打盘石出水 摩西就指责那群以色列人说 摩西级那地方起名叫马萨 又叫米利巴 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争吵 并且试探耶和华 说耶和华是否在我们中间呢 这个是第一个米利巴 当时以色列人经历过红海 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 然后掩盖了埃及的大军 然后以色列人经历了马娜 但是去到米利巴的时候没有水喝 他们就问耶和华 到底是否在我们中间呢 摩西就发怒 就叫那个地方叫米利巴 四十年过去 以色列人去到应许之地边缘沉的旷野 他们再一次没有水喝 他们再一次投诉 那次摩西发怒 没有尊神为性 虽然摩西同样是击打盘石 但是四十年之后的米利巴 文数记二十章十一到十三节 摩西举起手来用杖击打盘石两下 就有许多水流出来 会众和他们的生畜都喝了 但是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 因为你们不信我 没有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性 所以你们必不能领者会众进入我 我所要刺激他们的地区 这就是米利巴水 因以色列人与耶和华争骂 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显为性 摩西这段圣经说 不信他 他不是说以色列人不信他 神说你们是说摩西和亚伦 你不信他 以致他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就是刚才那个大笔纳说 大胃那块地 四十年之后第二个米利巴 摩西亚伦不信 没有尊耶和华为性 他们两个人和那一代出埃及的人 一样倒在抗野 不能够进入神所说的我的安息 四十年之久 最后连摩西都不入到安息 这里显示耶稣被摩西要带 耶稣被摩西要带 那摩西不信代表什么呢 不信代表他不得救呢 不信什么呢 我们思想摩西的不信 在希伯来书第十二节 圣经继续讲完这段 诗篇九十五篇就这么说 他的呼召就是这样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有人传着 邪恶不信的心 离弃了永生的神 首先这句经文是说给弟兄们 警告说你们中间 弟兄们可以有人传着 邪恶不信的心 留意不是说未信的人不信 而是弟兄们你们中间有人不信 就如出埃及当日有人 他们传着邪恶不信的心 这种不信很明显不是说不信有神 他们个个都见过神的作为 四十年之久他们观看神的作为 他们见到红海分开 见到玛拿江下 但是这个不信是什么 他说是离弃了永生的神 离弃了永生的神 他们不是离弃神 他们是离弃永生的神 什么是永生的神 永生的神是说 神是永远活着 今日依然活着 今日跟人沟通的 在困难的时候 可以帮你分开红海的 有人追杀你的时候 用红海掩盖追兵的 在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可以降下玛拿 令你一家风足的 你信的神是一个死的神 还是活的神呢 如果你信一个活的神 当社会陷入困境的时候 你知道神是会继续介入这个社会的 你信一个活的神 无论你多么渺小 你觉得你的问题多么细微 如果你信一个活着的神的时候 他依然要带你走过你人生的抗野 但是以色列人当日拒绝 在缺水的时候 就拒绝相信神依然活着 他们拒绝相信神今天可以刺下水渊 他拒绝相信神今天 依然要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圣经这样评论那一代人 十六到十九节 听见他而又背叛他的事谁 豈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向谁法路四十年之久 豈不是那些犯罪而沉思在抗野的人吗 他向谁起誓 不用他们进入他的安息 豈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他们不信 不是他们不信有神 他们信有神 他们出了埃及的了 他们不信是不信永生活着的神 可以一步一步带他们走过无水之地 走过抗野 所以圣经说那代人心模糊 不知道神的道路 他要求我们要信 要信一个活着的神 但是当这个呼召临到的时候 在希伯罗书四章三章十二字 他不仅呼召我们信一个活着的神 他说我们的信 要比摩西的信更前一步 希伯罗书在呼召我们要信的 就是一个更加真的神 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真神 我们不知道大家 小时候没看过阿士的一个节目 叫做《今日看真些》 那个外星人不断解剖那个 大家可能还记得一下 《今日看真些》 以前这个节目叫《今日看真些》 在希伯罗书有七段的经文 使用了《今日》这个字 我们有《今日看真些》 看看希伯罗书怎么用《今日》 我们就明白他为何说 我们今天要信和摩西所信的更加不同 我们先看第一个《今日》 3章13节圣经讲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圈 趁着有今天 今天啊 今天有多少天呢 日日都是今天 他说你趁着还有今天 日日彼此相圈 所以今天是要日日相圈 那这个今天是什么呢 这个今天是在呼应 第三章七节 三章十五节和四章七节 那个的 今天你们若听他的话 那个今天 那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什么时候才是今天呢 我们看另外希伯罗书 一前一后引用今天 他们就明白了 希伯罗书一章五节 引用今天来诗篇第二篇 神曾对那一个天使说过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然后五章五节又引用诗篇第二篇 说同样 基督也没有自取作大祭司的荣耀 而是在乎向他说话的那一位 他说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 这两年经文说今天是什么 今天就是说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就是今天了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就是真神 这个就是今天了 耶稣基督 什么时候是神的儿子 什么时候是神 希伯罗书最后一次说今天 是十三章第八节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是真神 我们凭这个信 走入一个不一样的安息 希伯罗书 藉着诗篇第二篇指出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 所以他的劝勉就是 趁着还有今天 今天就是什么 当基督这个神圣 完全显明出来的就是今天了 趁着有今天 日日就彼此相见 以前可能未看得清楚 耶稣基督就是神 未看得完全清楚 摩西的日子看不清楚 但是今天看得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 就要日日彼此相圈 而这个相圈的内容是什么 第十四节 只要我们将起初 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起初的信心 信心这个字 原文是hypostasis 这个字 hypostasis这个字 我可能大家读physics 都可能听过 就是本质的意思 或者chemistry的那些 本质的意思 希伯来书三次用这个字 第一章第三节 他是这样用的 基督他是神荣耀的光辉 是神本体的真相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hypostasis 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本质 这是希伯来书 第一章第三节 而十一章第一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实底是hypostasis这个字 我们仰望基督 仰望着什么 他就是神 这个就是信心 我们仰望基督就是神 三次用hypostasis 就是说 耶稣基督 今天显明了他的神圣 所以我们日日相劝是什么 就是将我们这个 起初坚持 确实的信心 确实坚持耶稣基督的信心 夸耀到底 我们就在基督上面有分 耶稣基督 他永远是神 他昨日 今天 直到将来 都是神 而他也是 永活着的神 他昨日 今天 都要解决我们的难关 我们相信一个这样的神 既然耶稣基督是这样的神 神的时候 他大过摩西 正如房屋大过建造房屋 建造房屋的那个大过房屋 正如希伯来书所说 他大过摩西 摩西根本不能和他相比 我现在讲到这里的时候 既然基督是他永会的真神的时候 他和摩西 另一样不同 他就带我们进入一个 另一样的安息 我们回到诗篇95篇的空间 诗篇95篇是大卫书上的诗 写的日子 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 应许之地五百年了 大卫的诗篇继续说 今天你再听神的话 你会进入另一个安息 所以那个安息 今天整篇诗就在解释中 不是迦南地的安息 耶稣作为真神 他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摩西 带我们进不到的安息 我们经常问摩西是否得救 如果他不信 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 不代表他不得救 摩西登山变像的时候 和耶稣在一起 甚至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 摩西仰望着天上的城 他不是在望着地下的耶路撒冷得救 他望着天上的耶路撒冷得救 他进入另一种的安息 那种安息不是他自己 带自己进入的 是唯有耶稣的救恩 可以带人进入 耶稣作为真神 他带我们进入的安息 远超过摩西的安息 正如我们刚才四章一至六节 我们这样读到的 所以既然进入他安息的应许 因为大卫的诗篇依旧存在 我们就当全敬畏的心 免得我们中间有人 似乎没有得到安息 因为的确有福音传给我们 像传给他们一样 只是所听见的道对他们无益 因为他们没有以信心 与所听见的道配合 但我们已经信的人进入安息 正如神所说 我在路中起誓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其实做物之工 从创世以来已经完成了 轮到第七日又有一次说 到第七日 神就揭了他一切工作 又有一次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既有这安息保留着 让一些人进入 那些先前听见福音的人 因不信从而不得进去 这里讲到有福音传给我们 这个福音和摩世的福音已经不同了 这个福音传给我们就是说 耶稣基督就是真神 耶稣基督作为真神 祂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 钉在十字架 完成了一次过的救恩 成为了大祭司 除去世人的罪 我有一张投影片 讲耶稣基督的七个超越 麻烦Bennis要找一找 耶稣基督是旧约先知所指向的 耶稣基督超越天使 耶稣基督超越摩世 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 他是诗篇旧约的总归 甚至是大位诗篇的总归 耶稣基督超越了大祭司 耶稣基督成传了 是一个新约成传了旧约 耶稣基督超越了旧约的祭物 然后十至十三章 才讲到所有勸面的总归 今天就是得救的日子 希伯罗书七次引用今天 就是今天每一日租是那个日子 你要趁着有今天 要传扬这个福音 带人进入一个摩西带人进不到的安息 而这个安息是什么的安息呢? 不是加南地的安息 这个是神所享受的安息 希伯罗书第十三次引用旧约 就是引用了《创世记》第二章第三節 他说六日创造之后 神赐福给第七日将他分别为圣 因为在这日神安息了 揭了他所做一切创造的功 这里说的不是说 他揭了他部分创造的功 神是揭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一切没有一样留下 未完成 他所有创造的工作 他已经在第七日完成 然后他安息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 如果小孩子是乖的 很紧张做功课 做完功课,他做完想怎样 快点做完就怎样 对了,玩吧 快点做完 然后可以拿个游戏机出来玩 这段经文同样 神完成了他所有的工作 他想怎样 他想邀请我们一起去玩 一起享受这份安息 他说我做好了花圆 做好了食物、动物 做好了整个创造 你和我一起享受这个安息 这是人生终极的安息 这是人生最大的安息 刚才我说到五个的安息 包括了每日的安息 我们的睡觉 一个星期一日的安息一 一年三次 余节、住棚节、收割节 然后七年一次的安息年 五十年一次的欺恋 连到应许之地 那份安息之地 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第十二章 生命记十二章 他说摩西是大人进入迦南地 作为一个的安息 他说 你们再还没有进入耶和华 你神所赐你的安息 所给你的产业 这里和摩西和以色列人说 你们过了一但何住在耶和华 你们神 给你们承受违业的地 他又使你们得向太平 不受四为一切仇敌扰乱 使你们安然居住 这个安息是加南地的安息 在创世的时候 已经休息下来的安息 很多时候我们睡不着 很多时候我们很艰难 我们因为未能够 在地上有这个心 进入这个安息 既然加南地不是真的安息 神最后再施救恩 引人进入创世的安息 七至十一节 他继续这样写 所以神多年后 借着大位的书 又定了一天 今日 如以上所印的说 今日 你们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若是若书下 以示他们享了安息 后来神就不会再提 别的日子了 这样看来 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 为神的子民保留着 因为那些进入安息的 也是揭了自己的工作 正如神揭了他的工作一样 这里讲到另一个安息 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着的 而十一节讲 这个安息 我们要无必竭力进入的 即是讲这个安息是什么呢 这个安息是 在末日的安息 原来在创世时的安息 一直延展到末日的 中间下面有六个安息 显示原来天上有 一个完美的安息 我们要进入这个安息 这个安息由神创世的时候 由揭功到末日的时候 依然在邀请我们 所以在这一刻去看 安息除了一个创世的概念 也有一个末日的概念 接着圣经说 在那一天 我们会揭了我们的工作 正如神揭了他的工作一样 原来神的安息 是横跨创世和末日 今天是借着耶稣基督 邀请我们进入这个安息 所以我们就明白耶稣 为何说他是安息日的主 因为是唯有他 统领着这个影子的安息 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安息 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 令我们信过一下 可以能够最后进入这个安息 以至求我们读经文 不断讲到那一日 那一日可以是一个审判的日子 但那一日对于信徒来说 是一个安息的日子 在样方五章 耶稣不是大慈 在安息日移好一个坦子 当时犹太人就控告他 干犯安息日 耶稣是这样回应 耶稣回答他说 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我也做事 为了者原故犹太人 愿法想要杀他 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 而且称神为他的父 把自己和神捍卫同等 耶稣将自己等同父神 因为他和父神一起做事 刚才不是说父神不做事吗 父神停了他创造的工作 但是他拯救的工作 一直没有停止 父神一直邀请人 进入他的安息 而耶稣基督来到 钉在十字架 就是最终最大的邀请 真神今日成为人 为你钉在十字架 洗去你所有的罪 邀请你最大的安息 这个安息 摩西不能够带你进入 这个安息 比所有的安息 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我们刚才读过 虽然这里没有印出来 神的道是活潑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人的剑更锋利 甚至魂与灵 骨折与骨髓都能似入否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被造的 没有一样在他面前 不是显露的 万物在他眼前 都是赤路敞开的 我们必须向他交仗 诗篇九十五篇作为神的道 显明神的心意 亦都躺开你的心意 问你到底如何回应这个诗篇 你到底看不看耶稣基督就是真神 你看不看耶稣基督今天就是永生的神 祂今天要介入你的生命 解决你的难处 就正如当日祂可以赐水给以色列人喝一样 今天神的话 依然是两人的剑 浮开我们的心 藉着耶稣基督救恩的来临 诗篇九十五篇就是这把剑 今天的基督依然施行拯救 依然再一次显明祂的救恩和福音 而这个超越的基督 给我们有几个回应 第一个回应 我们要趁着还有今天 一日相圈 我们趁着还有今天 今天不是永远存在有今天 但是每一日都是今天 在段经文说 我们就要相信 今天就要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 我们也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永活的神 可能我们在座当中 很多人相信耶稣是真神 但是我们可能 很多人在座当中有困难来到的时候 就没有想祂是永生的神 祂今天依然要解决 人生的难处的神 我们不要像摩西那一代人那样 吃完玛拿过了红海 当没有水的时候就争吵 反而继续相信神 祂今天依然供应 我们相信神 包括祂在人生的异类里面 可以一步一步每一步介入 直到带我们进入最后的安息 神揭了祂创造的功 今天正是借着耶稣基督 邀请我们进入祂的安息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从罪、死亡、控诉里面得到安息 我们也因为耶稣能够从天父重建关系 以至永活的神每一刻 会照顾私恩给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信耶稣的话 我们心灵可以首先得到安息 不再为自己忧心忡忡 我们对前景望上有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担心 我们知道身边更加多人 需要这一个的安息 神的道将自己的生命显明出来 亦都要求我们的生命 向祂赤路闯开教掌 我们趁着有今天 就要日日相劝 劝人认识这个耶稣 外面有更加多的人睡不着 有更加多人对前景失去信心 我们更加需要每日相劝 我们每日都收到很多不同的 新闻的谣言也好 真事也好 我的大学同学 中学同学每日都在应用 那些群组 又杀人又什么 每日都跟我相劝 还不出理 基本上都在劝我 那些文字 反过来 我们有没有日日相劝 劝他们 有一个真神就是耶稣基督 祂今天是永活的神 依然要照顾这个城市 依然要照顾这个国家 今天不是永远的 但趁着有今天 就日日都要相劝 不要浪费了 这刻福音的机会 趁有今天 第二句劝勉 就是要进入那日 今天不是到永远 因为有那日日来临 这个带我们去到希伯来书 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十章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好吗 不可停止聚会 好象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勸勉 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这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他说 我们知道有一个日子临近 今天我们在劝勉 但我们知道有一日会临近 那一日临近的时候 是审判的日子 但是那一日临近 也是安息的日子 对得救的人 所以既然知道那一日临近 我们要怎样 不可以停止聚会 有人说聚会多久一次呢 一周一次 甚至社会事件 可以令到一周一次的聚会 都不发生 但是希伯来书说 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要怎样 彼此勸勉 接着看第三章的勸勉 是多久一次的 多久一次的 一日都要勸勉 一日都可以聚会 我差不多天天都和基督徒聚会 早几天去阿伯母家 吃了一餐很丰富的晚饭 前晚就在天情角 昨晚就在工联会吃蛇羹 全部都是 不是选票问题 只是去了工联会吃蛇羹 每晚都有和弟兄姐妹一起 彼此的勸勉 趁着有今天 我们的聚会可以每天 你一个星期一次的聚会 人要生你聚会 容易容易 你每天都有聚会 人生不到你聚会 基本上 每天都可以聚会 因为既然知道 那个日子临近 我们每天都要聚会 以致我们不会被恶所性 或者不会被仇恨所性 也不会被无奈所性 我们每天都被此安慰鼓励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难处的时候 我们更加有能力去面对我们的生命 第三个勸勉就是给我们 不单只看着那一天 我们每天聚会 就是要拥抱休息 如果你有难处的事情 今天圣经呼召你拥抱休息 就是将这些难处 加在神的面前 正如当日十年前 我将这些难处 再加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我能够慢慢地再睡得着 今天当有困难的时候 我都再跟神说 这些是你承担的难处 你依然是活着的身 你依然是教会的主 再将难处交给你的手 你依然会带给我安眠 我们珍惜每一晚的睡觉 珍惜每一个礼拜的休息 能够揭力的每个礼拜休息 每个礼拜休息就是要揭力 一不揭力 你就做了事了 基本上 珍惜每年能够有三次的休息 能够在我们一起的退休会 一起的短孙 一起不同的服侍 甚至我们今年来着圣诞 我们有七个活动 有圣诞恩临马安山 揭力地在当中休息 以至能够彼此的伤圈 在今个礼拜 我们很不幸有三个信徒 离开了我们 有陈提卿 他又在骨肉的肌肉萎缩症里面 少平传道帮他洗了礼 美恩传道不断地和他查经 他信心很坚固 今天Banis在后面 他继续依然回来 和我们按这个powerpoint 他爸爸在昨天离开了世界 爸爸在很奇妙的日子 请我上去吃饭 都是聚会的日子 上到他一家吃饭 接受耶稣基督 承担他的罪债 他信了主 在离世的时候 虽然爸爸有很多的难处 但是当诗歌 当祷告临到的时候 他心中平安 有我们之前说过 尚和姊妹 四月能够看到她 看到她很虚弱的身体 我心中也有很多难处 很多的祷告 神也在昨天接了他回天家 当然生命 我们要努力活每一日 在若白的日子 他只是就助自己的出生 他不寻求自己的死亡 这个在提醒我们 我们从不寻求自己的死亡 因为在神的手中 但是同时在提醒我们 如果有亲人离开世界 我们都将他再一次 交在安息的神的手中 神会接他们去最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都趁着 还有今天 不要轻看每一个的蔓延 不要轻看每一个 和家长的相聚 天天相劝 将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你虽然大过摩西 你虽然大过天使 但是你却愿意来到 为了我们得到的安息 钉在十字架上面 将我们带到永恒的安息的里面 主要求你保守我们 揭力进入那个的安息 让我们不要轻看每一个的聚会 不要轻看每一个的商圈 特别当现今世代邪恶的时候 我们趁着环有今天 我们天天相劝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日子 何时想到 但是我们知道那日子 在临近 主日都给我们继续祭典 你自己 昨日 今天 一直到永远都是我们的神 都是我们的主 都是永生的神 若我们人生有任何的难处 我们就一次恭敬佳在你的手中 无论这个难处 可能大到旁人不能想象 或者小味道 我们自己都不好意思看 但是你就是当日分开红海 刺下马那 并在盆石出水的神 你必定带我们走过人生的抗野 直到我们在天上见你的日子 我就求主你这样 兼顾我们的信 让上帝的说话 风风足足临到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不单止自己信 亦是纷乱的世代 直到未来十二月 你自己的节期 使到马安山更加多人 能够得着这份安息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以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观看 启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